马格纳驻扎白俄罗斯 袭击波兰 北约最大扩军增兵30万 中共军中重磅专家突然离世 打击中南海 北美出现新一波专门诈骗海外华人的电话欺诈 中国日本海演习 美国议员表示北约必扩制亚洲 新疆摄氏52.2度 改写中国最高温记录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环球看点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一 我们来关注下面一组消息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卡尔塔波洛夫 稍早在俄罗斯一电视台的节目上爆料 普京将瓦格纳集团赶到白俄罗斯 可能是为了攻打波兰做准备 另外 北约应对与俄罗斯开战的行动计划被披露 其中包括将快速反应部队人数增加至30万 苏瓦乌基走廊在波兰东北部靠立陶宛的边界 是一片人烟稀少的狭长地带 连接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加里宁哥勒非地 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卡尔塔波洛夫日前透露 瓦格纳部队被派去训练白俄罗斯士兵 准备对波兰发动袭击 以夺取苏瓦乌基走廊的控制权 他说 一支打击部队已经准备好 在几个小时之内占领这条小走廊 由白俄罗斯官方所释放出的影片当中 可以看出瓦格纳军已经开始训练白俄罗斯的士兵 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 苏瓦乌基走廊是北约与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 唯一陆地连接 这意味着俄罗斯对这片土地的控制 将切断波兰与欧洲其他国家的联系 这也将引起北约的反应 因为对一个北约国家的攻击 将被视为对联盟的所有成员的攻击 波兰国防部长布拉什恰克表示 由于担心瓦格纳集团在白俄罗斯的存在 可能导致不稳定局势加剧 波兰已经将1000多名士兵 调往波兰国的东部 第12和第17机械化旅的1000多名士兵 和近200套装备 已经开始向波兰东部转移 当时根据俄罗斯观点报网站15号的报道 西方媒体披露了北约应对与俄国开战的行动计划 其中包括将快速反应部队人数 增至30万 一份被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佩格称为 自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防御计划 4000多页 里面透露了北约应对与俄罗斯军事冲突计划的细节 其中提到 北约驻欧洲盟军总司令 无需与北约额外磋商 便可独立做出部分决定 此外 由实力更强的国家分管东欧国家的防御 比如德国将负责立陶宛 英国负责爱沙尼亚 加拿大负责拉脱维亚 美国负责波兰 与此同时 这一计划将德国定位成为最重要的物流枢纽 北约将在德国的威斯巴登设立北约联合陆军第二司令部 北约还打算增加远程导弹和火炮系统的储备 最重要的是这一计划规定部署30万人规模的快速反应部队 而且目前仅有4万人 早在春季便有预测说 增加的人员会分为两个梯队 第一梯队10万人能在10天之内排出 第二梯队需要30天才能出发 俄罗斯方面军事专家阿尔塔·莫诺夫认为 北约快速反应部队膨胀至30万 这即是说西方国家正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打造一支 可能实施入侵行动的大军 扩大北约总司令的权力也是为应对未来战争做准备 他还看到东欧国家也在军事化 华沙会获得大量进攻性武器 波兰、立陶宛、乌克兰联合军团人数将增至2.5万人 目前还正在积极招兵 在他看来 北约采取的战术是 要么让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的漫长消耗战中越陷越深 要么和俄罗斯签署停战协议 借此从四面八方来包围俄罗斯 在对中南海攻台计划至关重要的火箭军高层将领传出被查之际 年近38岁的中共国防专家冯扬赫又传出了突然死亡的消息 这被认为是对中南海的又一大打击 冯扬赫的身份是位于长沙的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院 专业技术上校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重点项目首席科学家 重大工程专家组组长 国防科技卓越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 中共官方证实了这个消息 更悲惨的是这场意外事故将重创中共军方的指挥控制系统研发 对于冯扬赫的突然死亡网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有人脑洞大开怀疑是被暗杀 不过根据了解内情的人士披露 他是晚上从长沙飞往北京 称作网约车途中遭遇车祸而死的 另一局官网的报道指出 冯扬赫是在北京出席一场重要的会议之后 他乘坐的军方专用小轿车和另一水泥大卡车发生严重的撞击 才令冯扬赫因此当场丧命 据报道指出 冯扬赫是共军系统精心培养的中生代人才 被誉为军方天才科学家 一路在中国国防体系内求学升职 曾在2011年至2013年被派到美国哈佛大学 和爱荷华大学进修 甚至兼任助理研究 他生前主攻人工智慧领域 包括智慧博弈 智慧规划 深度学习等等 据报道 冯扬赫还是中共国内兵棋推演的第一人 他设计了一套名为战炉的电脑兵棋系统 是针对过去的系统进行创新 碾压其他电脑兵棋系统 成为了共军最先进的主流兵棋推演系统 海外视频人士杨宁评论 冯扬赫的学术成果 对中共军队的智能化指挥和决策 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应该是共军内部在这一领域的顶尖人才之一 他的死亡无疑于延缓了中共 在这方面技术的完善 对中南海高层自然是一个打击 而他的猝死 我们无法排除的一种可能性 就是天意使然 因为上天绝不会允许一个邪恶的政权掌握最先进的武器和技术祸害世界 火箭军内部情报被泄露 智能指挥系统专家骤然离世 加上美欧的高调警告 其实都是上天在市井东南海 攻台北背天意 老天是绝对不会让中共如愿的 近期在北美出现了主要针对华人的新一波电话诈骗 由于大多数的骗子都是讲中文 因此网民分析 这些诈骗电话很可能是来自中国国内 或者是东南亚诈骗集团控制的园区 互联网上披露 这一波诈骗电话通常显示以800开头的电话号码 对方自称是AT&T等美国电信服务供应商的反欺诈部门工作人员 接着就只称接听电话的机主名下注册的另一个账号 给AT&T其他供应商的许多用户发送了关于捐款的诈骗短信 这个时候无论机主怎么去解释 对方仍然坚持要对这一机主进行彻查 并且威胁将会对机主所使用的电话号 以及另一个电话号进行注销 并且上报政府部门 而这必然会影响到机主的信用积分 通过一番威胁恐吓之后 对方通常会假称可以请一名经理来与机主交涉 一旦机主表现出心里有所动摇或者是焦虑 而急于寻找其他方式解决问题 对方就会要求机主缴纳一笔罚款 以避免被注销手机号码 以及上报政府部门 或者是卷入法律纠纷面对警方的调查 曾有在北美的华人网友 在接到类似诈骗电话的时候被吓得不轻 对方为了加大威吓的力度 声称给机主转接上海公安局 要通过skype视频给他录口供 对方甚至打开了摄像头 可以看到对方是一个身穿警服的人 站在一个贴满公安局内常见标语的走廊里 一边走路一边说去口供室开录音设备 这通诈骗电话全过程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 以至于这名网友一度听信了对方所说的话 一位网友表示自己在网上公开自己被骗的情况 就是希望更多人看到以后不会再上骗子的道 另外一位网友则表示自己也遇到了差不多的情景 骗子准确地说出了机主的姓名和地址以及邮箱 还声称在机主名下的另一个号码是在苏州某机场注册的 也有网友反映接到类似的诈骗电话当中 对方讲的是有印度口音的英语 网友质疑骗子知道机主的名字、邮箱等很多私人信息 这些信息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中共与俄罗斯军方近日在日本海中部展开代号为 北方互动2023的联合军事演习 这是俄罗斯军队第二次参加中共军队主导的年度战略演习 也是俄方首次同时派遣海空两支力量参演 国防专家分析军演显然旨在反制美国联手日本和南韩 中共国防部56号称 其海军舰艇编队由五艘军舰和四架舰载直升机组成 已经离开了东部港口青岛港 将在预定区域与俄罗斯军队会合 中共央视军事频道报道 中方五艘舰艇其中齐齐哈尔舰和贵阳舰都是052D型飞弹驱逐舰 日照及藻庄两军舰则属054A型护卫舰 太湖舰则是903型综合补给舰 另外携带了四架舰载直升机 彭博社报道 北京当局没有直接对俄罗斯军事援助 但是却以另外一种管道向俄罗斯靠拢 那就是直接接触 据统计中俄两国去年共举行了六次联合军演 创下了20年来的最高纪录 南华早报引述国防专家报道 此次军演可被视为是为美国企图联合日本韩国 为台海可能爆发冲突做准备 中共军事智库威胁说 美国不止与日本韩国合作 还与亚太地区其他盟友联手孤立中俄 使北京与莫斯科走得更近 会促使中俄军方举行更多的军事演习 同时这场演习是在北京当局继续拒绝 与美国恢复军事交流之际举行的 美国不断地呼吁中国同意恢复双方军事交流 以防发生事故 中共却置若望闻 一边指责北约的东晋 一边联合俄罗斯秀肌肉 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 丹沙利文和达克沃斯16号双双表示 北约扩张到亚洲是无可避免的趋势 丹沙利文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 节目采访时肯定了这一趋势 达克沃斯则表示 他经常访问印太区域 美国的亚洲盟友密切关注乌克兰寝室 意识到有必要参与北约 北约盟友也需要回到印太 他指出 中俄不仅促使北约扩张 更强化了如日本、韩国与台湾等国家的决心 东南亚国家协会也发声明支持乌克兰 他说 中俄其实是在某种意义上团结了整个世界 对抗其所作所为 今年4月份以来 亚洲各国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热浪 7月16号 中国新疆测得了摄氏52.2度的高温 刷新了新疆吐鲁番盆地南部爱丁湖 摄氏50.3度的最高温度 改写了中国现有气象资料的最高温度记录 而就在6个月之前 中国东北部的黑龙江省墨河市 才出现了摄氏零下53度的气温 打破了1969年 中国测得摄氏零下52.3度的最低气温记录 根据新疆当地官媒的报道 位于新疆维吾鲁番盆地的三宝镇一处观测站 16号测到摄氏52.2度的高温 之前的摄氏50.3度的高温记录 是在2015年在爱丁湖测得的 而且预计这样的高温天气还将持续5天 除了三宝镇 爱丁湖 芒霄湖及高昌古城 近日也录得了超过50度的高温 路透社指出 今年各国不断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各国正在重新检视其适应能力 而近期中国持续性的高温 预计会为中国电网供电及农作物带来巨大的压力 部分人士担心恐怕会重演去年的严重干旱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今天看到一位美女主播生气的视频和您分享 泰国的女网红在国外直播 路过的几个白人面孔的男青年和她打招呼 说你好 这位女网红显然是被认成了中国人 并且还有一个男青年靠近试图碰她的胳膊 这位泰国的女网红当场就翻脸了 大声地用英文告诉那几个年轻人 说自己是泰国人 不是中国人 不是所有黄皮肤的亚洲人都是中国人 这位泰国网红认为被搭讪说你好是一种种族歧视 有人说中共咸鱼翻身这二十年 彻底的让中国人变成了咸鱼 迎风臭十里 对此您怎么看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订阅 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见